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欢迎收看时间密码 今天是礼拜四 台北股市又涨73点 这礼拜年期四天 涨了451点 不够啦 不够啦 今天开高之后很多人赶快卖股票 哇 跑到好快啊 所以开高掉下来 卖也都没有错啦 反正股票就是要会买会卖嘛 对不对 只是你卖了之后要怎么样 赶快再买进去 赶快找底部的股票赶快再买进去 要不要去队关 这个行情会再去 台北股市多头都在吹在 现在全球大解封了 美国 欧洲 日本 韩国一路都大解封 大家都在拚经济 你看昨天 道琼又涨527点 2% 你知道道琼这一波已经涨多少了 上礼拜有统计给大家看过嘛 对 3月19到5月27 道琼38% 现在不止啦 这些都已经 全部都调更高了 道琼已经43%了 纳斯达克昨天涨0.7% 涨幅已经46%了 贝神保护体更厉害 昨天2.8% 这波已经55%了 贝神保护体快创历史新高了喔 这一波上来 已经快创历史新高了喔 美国第一季GDP 负的5% 负的5%又怎么样 股市已经快创历史新高了 贝神保护体 这个对台北股市的带动 有很正面的影响 上礼拜 大家还被香港问题给吓到 对不对 上礼拜 大家还在担心香港的问题 我一直跟大家讲啊 没有事情你放心啦 绝对没有事情的 船过水无痕啦 川普话讲得很 可是雷声大鱼点小啦 不信你等着看嘛 那事后是不是证明 我的预告又对了 是不是 事情过了之后 全球股市全部都在飙涨 香港事情一落幕 全球股市下4名去 拼命的涨 台北股市间 又涨73点 这星期 起451点 太慢啦 太慢了 你看上个礼拜 我们被香港问题吓到 只涨1.3% 人家上礼拜全球股市 根本一点都不在乎 根本一点都不在乎 全球都在标 我们最买名 啊 现在开始補起 应该啊 对 是不是应该的 四天451点不够 要我加油 我们这一波今天创新高 最多去100.5点 1万1425点 对八千五百二三点起来 已经涨了2902点 再过两天喔 应该三千点就会够了 三千点多不多 好像有点多喔 三十四%而已 三十四%而已 你看今天韩国 虽然开高走低 韩国已经52%了 韩国已经52%了 上星期才41%而已 到27号的时候 才41%而已 短短一个礼拜时间 穿了52% 四天而已 对啊 上星期41%嘛 你知道吗 跟今天你变52% 所以四天 韩国起10% 如果10% 在我们十八九市来说 要多少 要一千一百点 我们只起450点而已 太少了啦 太少了 你看韩国这一次 1439点上来52% 已经看到过新高了喔 韩国已经看到过新高了喔 日本今天开高走低 涨0.3% 日本也40%了 晚本上星期31% 现在已经穿了40% 澳洲也39% 那我们才34%而已 你没有发现到 你没有发现到 主要国家 这一波 主要国家这一波的涨幅 你看 道琼43% 纳斯达克46% 费城报道题55% 德国52% 法国4% 昨天欧洲股市涨更凶 因为期待 欧洲央行利率会议 会有好的消息出来 德国已经52%了 法国40% 包含韩国52% 日本40% 澳洲39% 你没有发现到 我把这些数字写给你看之后 你是不是可以看到一个趋势 主要国家 这一波平均涨幅 少则40 多则50以上 你没有发现到 台北股市只有34%而已啊 我们还严重落后啊 如果跟50的比 哇差20% 差2千点 那跟40%的比 也差了六七百点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 不要去设限 不要自己画地自限 哪里是压力 哪里是压力 你把压力一层一层 算进去之后 你就不敢败了嘛 对不对 你就不敢败了嘛 外资也在归队 这边外资真的太厉害 卖了六千五百亿 结果行情涨了两千多点 真的看得太糟了 这两天从善如流 外资开始归队了 有点慢啊 有点慢啊 你看我在破十年限的时候 大家看坏的时候 我就说啦 全新的开始 遍地是黄金 要给你们保守的 快走快走 一路涨上来 涨了两千九百点 外资这两天 一方才恍然大悟 不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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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要快买的啊 还是要赶快买啊 昨天又买176亿 礼拜一 买了145亿 啊外资回归在买什么 你们在注意 外资回归在买什么 礼拜一外资回归145亿 群创友达新兴联电 台气银中信金 开发金星光金 买低价股 买低价股 买金控股 昨天 外资买176亿 一样 群创友达 联电开发金 星光金 国泰金 台信金 台气银 又是一堆 金控股 外资不是看好友达群创啊 因为友达群创低嘛 他不可能去帮车嘛 外资不可能去买那种 已经涨很高的嘛 那既然归队 他也要考虑安全嘛 所以买低价 安全会保险 昨天友达群创 都拉涨停了啊 那买金控 台湾金融体系 本来就很好啊 加上金融股 涨幅落后 金融股也是工具 用金融股 也可以控指数嘛 所以是跟大家讲 我说外资只要一回来 不回来变棒 外资只要一回来 一定买什么 一定买银行股的啦 太了解了 你看我中售 16.8我就开始讲了 专期没有人说银行股 刚才我在说而已 中售 创新高获利 股价在历史低点 最安全的 我16.8开始买 每天我都在讲中售 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 对不 昨天21.8 这样也30%呢 今天22.1 32% 也32%啦 所以股票投资 不需要冲来冲去 也不需要一直是追 那种涨幅大的股票 好公司 好标的 在底部的时候 领先市场超前部署 好公司 在底部领先市场超前部署 给他时间 30% 30% 一支一支 贪到 所以没有必要做得那么恐慌 做得那么紧张 每天堆来堆去 很不赢 要买了 算了算了不赔钱 缴了一大堆手续费 有什么用 对不对 还不如好公司底部买 让他时间30%就有啊 那这种做法 又轻松 又简单 又会赚大钱 做三支了 是不是一倍啊 是不是轻松如意赚大钱 隐含价值 69.2 现在才22块而已 是不是很稍的 所以你要养成这种习惯 我们进来市场都是为了赚钱 不是为了瞎忙 不是为了帮证券公司做业绩 所以稳扎稳打 联合愿一直都是这样啊 你看我节目 我不是讲今天涨停板的股票 我又没说要做什么 涨那么高 讲了华众取宠 我稳扎稳打 专门讲底部的股票 谁要讲金融股的 没有嘛 只有联合愿在买中售啊 这样涨也30% 外资一回来 是不是也是买金融股 我在外资还没买之前 我就提早买 外资回来之后 也是买我的股票 那这样就是超前部署嘛 这样是不是超前部署 在外资还没有买的时候 先领先买进去等 等到外资回来之后 他要帮我们抬上去了嘛 这样30% 30% 你看圣宏 我从20几块开始说的 起到50块 我说不要算了 买掉 贪了一杯 是不是又是领先部署 超前部署 一档一档 30% 50% 你就赚得到了嘛 那涨高了之后 卖掉转下一支 再来一次嘛 做三支就一杯去啊 开发金也是啊 获利创历史新高 股价在历史底部 最好做的机会啊 是不是上来了 噴出去了 今后创新高 41.7 净值52块 有得很简单的 更好贪 有得很安全的 没有人会做 只有联合宴在做 外资一回来 也是买国泰金啊 昨天买一万四千多张啊 会再去啦 会再去啦 台湾最大的地主 土地资产七兆 股票总市值 才5200亿 真的有得稍微 我最喜欢找这种 价格又便宜 低估 公司又很好很赚钱 安全会会会赚大钱 安全会会赚大钱 大盘走到这里来 很多人起50%以上啊 六月份你想再赚个30% 不能再买买的哦 你只能买这种 可以买这种 我一直跟大家讲这个 我五月十五月就开始讲了 应该说半五月啊 不要去买那个 在管店的股票 这很有危险的 高点的股票 很容易就掉下来了 很多 我也不可能一档一档告诉你 你自己去查 你自己去看都知道 你要找这种 四个十七五金管店 已经去到一股的 中股票也很多 如果业绩好的 变30% 那业绩稍微遜色一点的 一样的结构 抢个两天三天 10% 15%也不错嘛 对不对 你看抢帽 礼拜二抢帽 10点半 27块半半半 如果7块半 25.7买 当天就拉涨停了啊 那为什么买抢帽 也是啊 四个中股管店ABC 帕队 他过高半半 隔天 又大涨8% 获利出清 那什么两天就12%啊 第一季只有赚三毛钱 你探金锥 那不是赚很多没关系啊 打带跑 两天三天 12% 15% 可以这样一周做一期啊 也不如小补嘛 是不是 那如果业绩好的 4月17建高点ABC 这跟这个好 EPS 6.2创历史新高的 那冲出去 就可以拼了30%嘛 你看礼拜一 大涨9% 礼拜二休息一天 昨天又涨停 今天又5.7% 这样冲出去 是不是28% 30%好吗 超前部署 再拼30% 就要达正啊 对 是不是就要达正了 所以6月份的操作 有难度 不要再乱追 你依照理论跟你讲的 依照我跟你讲的方法 买这种的 4个17建高点修正一个月的 那冲出去 基本面较低的 比较弱一点的 但业绩太差我也不会做啦 丢钱的导致我不会去摸啦 我买的一定是好公司 好股票在底部的 稍微逊色一点的 抢个两三天 赚个10% 15% 多快 那如果业绩好的 就跟他拼个30%嘛 拼一个30%嘛 你看地保也是啊 4个17建高点ABC调整 我上星期就讲了 上星期地保 地保 目前48.7% 有48块钱都买 地保 有48元的续报 没有的这两天 48块钱都买 今天地保就冲出去啦 4月17建高点ABC 押起来火董 48.5元 今天就冲出去啦 全球最大的车灯 现在全世界解封之后 大家开始拼经济 尤其各大车厂 已经关了好久了 那开始拼生产 车灯的需求就会出来嘛 就开始充啊 所以像林腾县这样子 不要买买 已经去2千9百店嘛 你要再拼30% 买这种的 买这种 买这种的 跟我一起超前部署 全新的6月 全新的组合 全新的开始 咱过来拼30% 再拼30活动 王仲福电话 近段广告 休息马上回来 基本面 竞选高成长公司 配合独创超盘法的量价时间 角度趋势 转折与循环 掌握底部起掌 与高档转折迈出的 稳健获利模式 跟着老师的脚步 就能迈向 财富成长之路 立即来电 02239 239 88 02239 239 88 滑信投顾 滑信投顾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 提供每个客户 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专业负责 引领您投资市场 反败为胜 蓄积财富 投资的事就是滑信的事 滑信投顾 02239 239 88 02239 239 88 欢迎回到现场 2900点 靠自己的啦 人还输人的 人全球都去40% 50% 我们才散4%而已 我们还有加油的空间 外资也归对了 台北股市开始进入 加速涨的行情 可是毕竟也涨了2900点 所以不要再购买 6月份你想再赚个30% 你一定要买这种结构的 4月17几元点修正一个月的 不要去买这种的 元点的股票 很多很多很多 很多这样的股票 你自己赚也没关系 不然你带我做也可以 业绩好的 我们就超前部署 6月份拼它30% 业绩如果稍微弱一点的 我们唱2天3天 10% 15%也不错 对不对 智茂 礼拜二 10点半月 当天就拉涨停 礼拜三 再涨8%再没掉 2天是不是12% 13% 担三个银更少 抢个两天 12% 13%也不错啊 没有把握就不要出手 有把握再来出级 这种短线一个礼拜 做一支做两支 不无小补嘛 对不对 遇到业绩好的 相同的结构 就跟它批个30%嘛 就在拼30%嘛 现在已经28% 我相信你依照我这样的计划下去做 6月你一样可以大丰收 大盘张2900点没关系 个股一磅接一磅一直在轮动 地宝也是啊 全球最大车灯也是4月17见高点修正 冲出去 大力光也是啦 我连续两天跟大家讲过 你的资金够最厚 一张400万你能够接受 大力光也是这种组合 你看是不是冲出去了 这又去啦 这又去啦 一张400万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接受的 那你嫌太贵 对 没关系啦 低价股中价股高价股 都有这样的结构嘛 对不对 你看预期 中价位的 也是4月中见高点ABC调整 5到7月换季 我说完之后 每天去的 每天去的 你随时都有买的机会 我天天在讲预期 天天在讲预期 我不知道你有购吗 有购的就有贪 我的股票很少会有涨停啦 可是方向趋势一出来 涨不停啊 所以我不会去特意讲一些 当天涨停的股票 我没说那怎么会好 我都说到手中的 你们都知道 你们月一根也都能够赚钱啊 这样八十日去那一百空山 是不是又二十六% 那你想二十六% 超前部署 三十%是要来啊 预期每年 五到七月换季 营收会拉高 去年起五十一% 那现在 起二十六%而已 全球最大厂Nike 已经要 创历史新高了 人家Nike要创历史新高啊 预期还在底部喔 有预期的某条 随时会充 你看环球金也是啊 四月十七见高点ABC调整 是不是第一步 我都是超前部署买底部的啦 我不会一只股票涨了五十%六十% 好像小的还在堆 我不干那种事 林和彦只买底部基优股 这是我的金字招牌 环球金只有24%而已 你看德国试创高16% 日本胜高63% 全球最大厂信悦37% 那凭什么环球金只有24% 你知道昨天 礼拜二德国试创又涨3.4% 昨天德国试创又涨4.9% 人家已经去1007% 107不是105 这样环球金会去吗 环球金 360 355买 365买 367买 360 355买 一路一直买 上星期五三千 帕豆拉 有钱买吗 是不是360附近都可以买 368 381了 384了 355一个礼拜 贪29块 贪29块 贪29块没什么 这才刚才买而已 很快四日头你就会看到了 账金四日头你就看到了 那这样是不是超前部署 再拼30 6月份你带我来做就对了 今年最重要的5G 全球都会盖5G的基地台 几档股票而已 文帽双红操纵 文帽 头一波线起来叫你不够堆了 我还是喊225 我说225买来啦 该买了 也是四月中建高点ABC的 该买了 你看几块买 245买 281 245 我也没买最多了 多了 多了一天你看到300了 对 我今天275还在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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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盘278 双红 我比较喜欢双红 操纵比较贵 你看我双红 110105一路买上来的 我从底部买起来 起来179 我只买一半而已 下来153 我又继续买 153 155 155 160 160 一路一直买 涨175 今天178 五月营收 极有可能会创新高喔 我还是说第二季会 成长一倍 我说有点烦烦啦 公司派说35% 我觉得应该是没错 这两天如果营收 发布出来之后 就会冲出去了 所以六月份你想要 赚30% 跟我一样 超前部署 全新的六月 全新的组合 我们来拚30% 买4月17建高点 修正超过一个月的 我来找你来谈 广告总有没有电话 最后祝您操作顺利 本投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平估并自负投资风险